再來我們來看它內建的圖片、角色 你進到這邊來 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發現有很多圖示可以用 當然你從上面插入這裡也有 從上面這邊也有 所以我們找看看圖片 基本形狀這個應該我就不用講了 反正這個大家Office看太多了 好,你看一下這裡 有沒有分門別類 有,對不對,你可以找找看 找找看有沒有喜歡的 那如果喜歡的點一下 他們就進來啦 請問這我還需要交了嗎 我們Office那個叫做什麼 美工圖庫很多是不是裡面也是具備好的 對不對,像這個是向量的 所以放大縮小會不會是真 不會嘛,所以這個就還好 那這一點應該也不用我講 反正這個大家都會啦 OK,這個是在圖片的部分 那另外呢我們往下走 剛剛還有看到這裡 今天 有沒有這個角色 那麼它有分 如果你是要放在所謂的網路上 我們剛有提過嘛,Flash是不行 那你就不要選Flash了 你選PNG或GIF 因為GIF的動畫也可以嘛 GIF應該可以知道它可以做動畫嘛 好,那GIF動畫怎麼做 好 現在都雲端了 上網直接就解決啦 你找一個 關鍵字就好了 現在不是都說Maker嗎 對不對 對不對 不要只有3D鍵字才可以Maker GIF也可以Maker 你就把圖片選好上去就好了 自己決定那個什麼 播放的順序還有時間就OK了 GIF動畫是網頁上最早會動的圖片格式 對不對 是嗎 有沒有同學是在做網頁的 沒有齁 好,那我就不講這個 因為這跟我的工作有關係 好,來 Flash的我們先稍微看一下 比如說你要它 我們就點一個 它每個角色裡面還有不同的動作 而且這個是動畫 點進來 請問有沒有是動畫 所以如果你是在單機上播 其實這樣是可以的 就是要把它發佈在網路上用的話 這樣是OK 這樣沒有問題看得到 好,這個是我們剛剛看到這個叫角色 另外呢你往下走一下 我們來看 如果你是PNG的 它就比較單純 它就是只有一張圖片 但是你也不用擔心 這些都是一樣的 去背好的 因為每一個裡面它一樣還有很多 就是好幾個 同一個角色裡面有不同的動作的姿勢 這樣有沒有OK 都很簡單嘛 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剛剛看到這幾個 再回頭來看一下我們剛剛這邊 這樣這個是不是就沒問題了 我順便連超連結一起講一下好了 這樣比較快 反正這幾個很單純 那超連結的部分 我倒是要問一下 你在PowerPoint裡面 請問你會特別用超連結嗎 有 然後點了就開啟網頁看這樣子 這樣子喔 因為通常這樣比較麻煩 還不如我直接開啟瀏覽器直接進去比較快 因為它另外再開嘛 另外再開 那我們看一下 在Focus在處理超連結的方法 跟PowerPoint不太一樣 你看這裡有個連結有沒有 Link 點到之後 它比較像是網頁的概念 它比較像是網頁的概念 就是它會增加一塊 因為我今天想要這整塊都是一個超連結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它不是以物件為導向的 它是什麼 就是我只要覆蓋在上面 你滑過來 就 游標就變成熟 這樣了解它的概念 所以 我在這邊你看 我們這裡 有沒有幾種不一樣的連結方式 欸 PowerPoint裡面可不可以跳不同的投影片 比如說我現在第一頁 我按了這個就跳到第十頁 可以嗎 什麼 你都沒空過Office 就是 PowerPoint裡面 如果你要在PowerPoint簡報的狀態下 我要直接跳到第十頁要怎麼 怎麼 怎麼按知道嗎 按右鍵 訊 因為按右鍵人家會知道你要跳第幾頁啊 跳第幾頁直接打頁碼就好 第十頁按數字鍵十就跳過去了 你等一下打開試看看 我很久沒用拋過你了 這樣有沒有比較專業一點 對吧齁 等一下你可以試一下 如果我講錯的幫我修正一下 所以我們在這邊 它可以連接什麼 不同的 它的鏡頭就是我們不同的頁面 就是左手邊 我們左手邊不是有不同的頁面嗎 對不對 你想要按了這個我就看到第幾個 有沒有 這是一個 另外呢像剛剛同學 可能還有網頁的連接 還有什麼 我直接連接到某一個文件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比如說我按了這個我就打開我的PDF檔 這樣也OK啊 因為有些東西畢竟在簡報上面 比較不好呈現的 你可以連接到其他的原始文件上 直接來看 這樣了不了解 可以齁 所以這個是超連結的方式 那如果我在這邊選鏡頭 它就問你 你要連接到哪一個路徑 這樣有沒有看得很清楚了 好 好確定我就用這個來預覽一下給你看吧 好 我來這邊有沒有變成熟 有沒有直接跳過來這裡了 人家這樣跳有沒有比較優雅一點 哈哈哈哈 因為它是這樣滑過去的啊 所以 它一樣其實還是跳頁的 只是因為我在同一個頁面 所以就很單純 就很單純喔 這樣超連結會不會了 可以的 那就給你試看看喔 來吧